翟泉 詞 李宗盛 郭中文 郭名 郭中文 郭宇 郭中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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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他在弄簡博檔所以我剛剛開始說明 剛剛那個童韌老師說 期待經濟學可以回答很多問題 我會讓大家失望 可能都沒辦法回答問題 因為我是發問題給大家 所以先開始跟各位介紹 什麼叫經濟學 我保證我董事長在這裡 待會如果大家講經濟學 搞不好大家講的都會不一樣 所以我沒辦法去完整介紹經濟學 因為我之前記得有一次 在一個人攝影演講的時候 經濟學指標要包括公平跟效率 而且會看經濟的發展不同的程度 可能兩者它的順序會不一樣 可是有一個同學就舉手說 沒有啊 之前有一個當過政務官的 他說經濟學只看效率不看公平 所以我沒辦法講什麼叫經濟學 但是可以跟各位報告說 經濟學哪些地方是有用哪些地方是沒有用 那你們就聽有用的地方 沒有用的就當成是問題思考 那其實因為這是一週年的這個兩岸胡茂協議 整個學運的這個檢討 其實找一些 我們剛才可以講很多的經濟論述說 我們現在真的是不適合去簽這個兩岸的胡茂協議 可是這個你如果找另外一個經濟學家來講 他搞不好可以跟你講說 你一樣有四個理由可以簽啊 但是這個都已經不是重點 因為已經至少不會在短期裡面簽 那要等監督條例 那我比較想要跟各位來思考的是說 那這個可能短期不會簽 可是後續還有更多的貿易自由化的協定 比如說WTO最近的新回合談判又有一個新的結果 WTO是一個所謂的多邊 所有大部分全世界的經濟體都參加了 那我沒有區域的TPP的 還有後續的RCEP的 那面臨這樣的一個貿易自由化 那我們的態度到底是怎麼樣 或者是說 在同樣的這些貿易自由化的趨勢底下 那怎麼去看這一個兩岸的這個貿易 我想或許都可以來思考 所以大概可能會怕這些問題 那比較重要就是說 我還會順便檢討我們自己的經濟理論 有時候經濟理論不一定是正確 因為它有背後太多的假設 比如說他都會講說其他條件都不變 那只要中國跟韓國簽FTA 我們就會損失多少 問題是其他條件會不變嗎 其他人哪會變啊 我們的匯率當然就變化很多啊 所以問題是 當各位在聽這個經濟學的時候 其實我會覺得 因為現在的國際經濟的情勢太複雜 我坦白講我們的經濟學 大概很多的理論都是要修正的 所以大概有一些理論的修正 或是我們自己要檢討自己的 也給各位參考 這樣的話有助於將來 如果萬一 某些經濟學家當政務官 他在講的話的時候 你或許就可以拿來思考說 這樣講的話到底對不對 那最後 那有一些的問題跟建議再給各位參考 這個是第一個圖在之前有跟各位報告過 這是我們的所謂的明目的工資 這是我們的失職的工資 那我們都說我們的失職工資倒推15年 永遠都是4萬多 這個4萬多裡面 我們的薪資有兩種 一種是每個月領的工資 有些是包含它的整個年終跟三節的 那這個部分裡面 我們當然會問說 失職工資下跌大家都知道 可是你問經濟學家 他可以給你答案嗎 那這個可能不同經濟學家 會回答不同答案 但問題是 我們應該先問說 那為什麼失職工資會下跌 找到原因的時候 可能會比較容易找到答案 那如果說是貿易自由化 就可以解決的話 那當然就是貿易自由化 可是我們要問的是 失職工資為什麼會下跌 這個繼續給各位思考 那因為經濟學家很難解決這個問題 我們科技部 國課會申請的經濟學員們的計畫 大概有一千個 那你這麼多一千個經濟學家 怎麼在過去失誤你沒辦法解決 所以某種程度 你當然可以講說 這個是經濟學沒有用的地方 可是 但是有時候有用啊 這是之前在墾丁外海發生的 那個阿馬斯游輪的汙染事件啊 它汙染了我們墾丁這麼漂亮的 這個生態海岸耶 那後來呢 也是經濟學家去算出 因為這個要打國際法庭 那我們就算出 60億的賠償金了 這時候就蠻有用的 所以我底下的結論是這樣 我用經濟的分析 還有一些統計數據跟各位報告 但我的結論是偏向社會學的結論 有點又呼應到民衆講的社會民主 其實這是我今天要介紹的 而且已經介紹完了 所以給各位看一下這個 這是過去30年來的 每人的GDP 我們大概已經快到60萬美元 這經濟成長一旦不斷的波動 可是在這樣的2002年的時候 底下是什麼 我們跟中國的一個貿易的往來 那我們真正貿易往來當然是從2002年 那時候它是我們的貿易對象還不是前第一名 那當然現在是我們的出口第一名 進口一次第一名 那這個不斷的成長 那我們當然要問啊 這樣的成長 因為我們在講GDP的成長 那我們的經濟成果 對我們來講是好還是不好 因為我們經濟學都很喜歡用很多的政策 比如說代金指標就是GDP嘛 那這個各位可以去思考 如果把這個再跟這一個 過去30年的經濟成長 跟我們的工資水準做個對照 我們會發現說我們比較懷念 1980 90年代的經濟成長 為什麼 1980 90年代的經濟成長 帶來的薪資是這樣的成長 這是明目的 1985年每個人 我們每月的薪水一萬四 隔年一萬五 再隔年一萬七 那時候的經濟成長 帶來了這樣的一個薪資水準的成長 跟剛剛我們講的 大量貿易自由化的經濟成長 所帶來的結果 怎麼會是這樣呢 那我們當然會問啊 是貿易自由化不好嗎 當然絕對不是啊 是看你跟誰貿易自由啊 這個由各位去思考 所以這個大概就是先解釋說 經濟學到底有用沒用 這第一個部分 我坦白跟各位報告 這是我們經濟學自己要檢討 就是說 我們很多的學術性文章 做了很多的所謂的貿易自由化的一個分析 所謂貿易自由化就是商品進來 如果比如說簽了自由貿易協定 關稅下降了 所有的那些的貿易障礙取消了 商品進來之後 你當然經濟力不好 你就減少生產 你產值減少 事業人數就會增加 不過另外一個我們強項 我們看就可以出去 所以經濟學者做了很多所謂的 貨品貿易的這個自由化的影響 服務貿易自由化的反而很少 那你知道為什麼很少嗎 我想可能要問胡董事長 因為我在我們的統計資料裡面 我剛剛給各位看的這個是什麼 這是貨品貿易的統計數字 那兩岸服務貿易炒那麼兇 炒那麼兇炒了一整年了 我們就問一個問題 我們跟中國的服務貿易的統計數字是多少 我可以跟你保證 在官方的統計數字你找不到嗎 那這不是很奇怪嗎 就是因為這樣的一個問題 讓我們在研究服務貿易自由化 有很大的一個限制 所以我可以問 政府一個問題 那過去到底 我們每一年跟中國之間的 服務貿易的統計數字多少 當然是一個問號 那未來簽了會增加多少 答案也是一個問號 各位可以去上網找看看 所有的主技術跟國外會的資料 那這第一個說明 第二個說明是 因為商品的貿易自由化 理論上我們如果跟其他國家簽 很簡單 因為我們當然會講說 服務貿易裡面有四種的一個模式 除了跨境提供服務 境外消費 還有一個就是商業據點呈現 就是說資金進來 然後在這裡設立據點 提供我們所有的這些 那個所謂的服務 商品服務 那個服務 所以理論上跟其他國家簽這種 所謂的服務貿易自由化 基本上都是投資進來 那就帶動我們的經濟成長 帶動我們的就業水準 唯一跟中國不一樣的地方 就是我們會認為跟他簽的話 他有所謂的替代效果 就是商品的替代效果 也就是說他進來以後 就會取代我們既有的服務業的商家 那進而造成所謂失業的一個影響 但是這個部分裡面 我們經濟學者也沒有去做所謂的 去區分這種所謂 那個兩岸的這個服務貿易自由化 具有所謂的貨品的這一個 貿易自由化的這個 取代的這個效果 那原因就是因為我們的 預言文化因素太多重複 那我們的服務業本來就是要靠 預言跟文化 那這個部分也是需要我們自己 這個部分去加強 所以我才會說我們的這個 這個服務貿易的統計數字 找不到 那這是有關那個 那個所謂的 服務貿易裡面的這個部分 那基於所謂的這個 兩岸的貿易協議的開放 因為這個文章裡面都有 我就很快就跳過去 這個我當然也不說明 它裡面其實真正影響是 它的空間一裡面的 所謂的開放的模式 那當然那時候有講說 我們開放 它開放給我們的是80 我們的是64 像我們項目比較多其實是不一定的 因為在整個 比如說境外提供服務裡面 我們就一直講的 為什麼 那個裡面 那境外提供服務裡面 舉例來講 比如說我們這邊的電視 每一天的名嘴批評政府的這個節目 可不可以開放到對岸 如果可以的話 它只要把不以承諾改成沒有限制的開放 其實這樣的兩岸 我們就可以簽了 可是問題是 我們裡面它是不以承諾的 所以其實你要看兩岸的胡茅 一些真正的影響 你就是要去看每個模式裡面 它的限制的項目 而不是看這個項目數 那這個我想各位大家也知道 所以我就跳過去 那最後就是講有關就是說 那到底它 我們沒辦法接受它的經濟的論述有哪些 那這個10點裡面我想各位過去大概 這段期間大概都有看過 那比如說我舉一些比較荒謬的一個情形 如果各位去看那個公聘會的場合裡面 他說簽了兩岸胡茅會協議 純粹就是零售跟批發 10年內一個增加30萬的就業人數 一個是增加32萬的就業人數 所以這兩個服務業只要簽了10年內 我們就可以創造64萬的就業人數 那個報告還是在六萬院裡面 公聘會政府的一個完整的一個評估報告 那64萬的就業人數裡面 我們當然就會問說 那我們現在失業人數多少 50萬 所以我們簽了兩岸胡茅會協議 我們就達到充分就業的水準 我們就沒有等失業 所以理論上工資就會增加 可是如果你再去看那個64萬怎麼來 你當然問題很多 這個就是為什麼我們大部分的人 沒辦法接受它的這樣的一個 所謂的胡茅會協議的這個評估 那這裡裡面也有說明 當然包括所謂你為什麼要先簽胡茅再貨貨 而不先簽胡茅跟胡茅 就是因為我們跟對岸的關係 你簽了胡茅了 你所有的那些的通路都被它掌握了 比如說你協銷運輸到最後的餐飲 整個服務 如果它服務業先進來 掌控了通路 最後商品再進來 跟你商品先進來 再所謂的提供服務的這個 那當然就有完整的 完全不一樣的效果 所以其實這裡面有太多的這個論述 我想這個都已經過去了 所以就給各位參考 那這個泡沫裡面都有 那比如說 其實我們真正可以看得出來 就是用把香港的案例拿來 當成是我們的分析技術 因為香港剛好就是03年 簽了所謂的SEPA 05年完全的貿易自由化以後的 無貿易的結果 那就是這樣的一個影響 其實這個裡面 我比較想要問各位一個問題 就是那時候在爭議的就是利多於B 或B多於利 我們只想問說利的定義是什麼 B的定義是什麼 它是定義在哪一個經濟條件上面 如果是純粹定義在GDP也OK啊 這個就有的討論了 純粹GDP到底GDP 簽了以後GDP會增加或減少 甚至你也可以問 簽了以後GDP到底被誰拿去 可是其實我們在講的裡面的 因為這個兩岸弧貿易所引起的 絕對不是一個經濟問題 所以它的指標絕對不是GDP 當你把所有的指標都拿出來的時候 你當然就可以去確定說 到底利多於B或B多於利 可是現在問題是 我們現在連定義利 是定義在哪裡都不清楚 我們定義在產值嗎 定義在就業人數嗎 或定義在所謂的經濟安全嗎 或是我們的工資水準嗎 都沒有人去討論 所以我們只問Z大於V 還是Z大於Z 我們當然是希望說 我們後面的結論就是 我們要等哪一個評估的報告 是要有一個多元的指標 而不是單一的指標 那這個就是有關 所謂的沒辦法接收 兩岸弧貿易協議的這些說明 那這我就跳過去了 因為我就直接講後面的這一個 不好意思講這個 因為後面看到 後面就講我們自己的檢討 說我們的檢討 是我們經濟學院的檢討 那裡面我們會第一個想要檢討 就是你為什麼都單一指標的用GDP 還有一些市場計 你要不要尊重 第一個單一指標的GDP裡面 各位可以發現說 在所有的過去重大的政策 討論案裡面 他都會把GDP拿出來 比如說今天下午 大家不是要去走環惡那個嗎 他就跟你講說核四挺建 會減少940億元的GDP 那他都會跟你講說 什麼不做就會減少多少GDP 或是他想要做的 做了以後 那GDP會增加多少 那我們就當然很好奇的是說 那為什麼會有GDP啊 為什麼GDP變成是一個 好像一個非常無所不能的一個指標 所有的這些的任何政策都要參考GDP 跟各位舉一個例子 電力需求也要參考GDP 這個會多誇張 當你不知道什麼叫GDP 以及GDP的真正涵義的時候 你的電力需求 他說GDP就經濟成長 所以我們電力需求就增加 把台電過去五六次的預測 用GDP預測裡面 沒有一次 他的預測是準確的 不過低估還沒關係 所有的都是高估啊 也就是說我們每一年的 實際的電力需求 跟他的預估的往往是高估 為什麼 因為他拿GDP啊 為什麼拿GDP 他沒有發現GDP裡面 有太多的三角貿易 我們都在外面生產 海外接應單裡面 有五成以上在海外生產 那你這樣你當然會高估你的電力需求 所以就是說當你在看GDP的時候 其實他不是萬能啦 他是在二次世界大戰以後 兩個經濟學者想出來 衡量一個國家的一個 所謂的綜合的這一個 進出口貿易跟政府支出 跟消費支出的一個指標而已啊 那這個你怎麼會拿來這麼多呢 而且即使要討論GDP也沒關係 那你要告訴我誰拿走GDP啊 我們當然也可以問說 兩岸湖貿易協議裡面 GDP增加了 那誰拿去啊 那這個拿去的這個圖 當然各位可以很明顯的 我們發現說在過去的這樣的一個 十五六年來的這個年代裡面 我們的薪資 就是我們這樣大部分在座的 受僱的人員拿的GDP比例減少 但是企業盈餘在增加 所以這是誰拿走GDP的一個問題 你還可以問一個就是 好啊那你即使要看GDP 不管誰拿走 我們就問說那你產生一塊GDP 你會為我們國家有多少的能源 就是所謂的效率裡面的Input Output 可是從來沒有人去檢討這個 為什麼 因為之前或是之後 我們現在要開始所謂要積極簽署兩岸的貨貨 貨貨裡面有一個很重要的叫石化業 各位石化業佔全國的GDP4% 用了36%的能源 28%的水資源 全國的溫室氣體有25%給他排款 這樣的Input Output是我們要的嗎 我們沒有去思考說 同樣是他一定會跟你講說 石化業的產值佔了全國大概15-6% GDP4% 兩萬無貌簽了 帶來多少的GDP 可是他沒有考慮到 背後我們的Input要多少 所以其實GDP不是只有看GDP的數字 還要看你的Input 這也是另外一種效率的 可是我們的報告 政府的報告好像也應該要告訴我們 所以這時候我們當然就比較懷念董業 所以GDP4% 他沒有用多少Input 他反而是產生了這些生態環境 文化的這一個 可是問題來了 兩萬文化 對不起 郭茂簽了 首當其通的是什麼 當然是我們的農業 開玩笑 各位你現在喝到的茶 有四分之一是中國進來的 那未來簽了油不是更多嗎 那這個是另外一個我們即將面臨的問題 所以GDP真的要思考他嗎 這是在Nature發表的文章 其實在1980年代 GDP還是一個很好的指標 可是我們有另外一個叫做現物指標 在1980是跟著成長 可是1980之後就下跌了 所以我覺得GDP是要用 各位可以思考 還有另外一個我們要打破的經濟理論裡面 就是說我們要尊重市場機能 我們要尊重貿易自由化 為什麼越貿易自由化 底下越貿易自由化 大家活力就越好 真的是這樣嗎 市場機能 比如這個是過去的黃豆小麥玉米 跟過去原油價格的波動 原油價格波動 這些黃小玉就增加 所以黃小玉增加 飼料成本增加 肉珠肉機的成本就增加 可是肉珠肉機的價格就增加 各位可以看一下 飼料的價格跟肉機價格 有在跟著運作啊 那這種市場機能要不要尊重 我們當然要啊 因為它真的是有在運作 可是你去看這一個 這是過去的原油價格的波動 這是我們的所謂的 我是用物價指數 商品物價指數來看 可是我如果今天不是用商品物價指數 而是用實際的商品價格 你就會發現說 原油價格上漲 所有的成本上漲 物價就上漲 比如說那些的 餐飲業的價格就上漲 原油價格下跌以後 像我們現在不是下跌了嗎 他們有沒有下跌 當然沒有 所以政府會跟人說 我們不要干預市場 其實我們會覺得市場到底有沒有在運作 那這個只是舉例子給各位 所以最後只剩一分鐘 我們當然就要問說 要不要接受貿易自由化 我會覺得 回答這個問題很難 不是YES NO 我們會看它的前幾市場 有沒有機能在運作 我們WTO加入以後 我們是大部分貿易自由化了 理論上 外國的石油公司可以進來台灣設廠 那為什麼 還是台數總有兩家在聯合的定價 其實就是壟斷我們的那個 那一個貿易自由化是假的貿易自由化 那看你的貿易自由化的前提是什麼 而且還要看你貿易自由 你要更換的一個所謂的貿易的對象是什麼 剛才是有舉了兩樣貿易大幅度的增加 協議大幅度增加 可是我們想說的果實 跟1980、90年代有一樣嗎 那這個可以去思考的 那當然其實有一個問題就是 那你兩岸貿易假設 無貿後貿先不簽了 那是永遠不簽呢 還是在什麼樣的機制底下去討論 這個可以思考 以前兩岸的貿易 剛剛那個圖形也沒有大量往來 是WTO底下 兩岸才開始有貿易的往來 未來如果要處理這個問題 比如說TPP是一個方式 那這個大家可以去思考 比如說我們加入了TPP了 我們跟全世界貿易自由化了 那要不要在兩岸的時候 那時候可能這問題就會比較理性 但要不要這樣的方式 其實是大家要去思考的 這則是給各位參考 所以我們要的是一個 重點是這個 我們要什麼經濟發展藍圖 我們剛剛講說我們的指標 絕對是要多元 不能是只有單一的所謂的GDP 我們當然也要修正我們的經濟理論 但是跟各位坦白講 即使再怎麼樣 我們沒辦法阻擋那一些主流的這一些 貿易自由化的思潮 我沒辦法阻礙這一些 剛剛我們明聰講的 The King of Quality 的這一種 人物的不斷的出現 坦白講非常難 所以不管誰執政 不管怎麼樣 我會覺得說 我們今天環隊兩岸糊貌 後面還有一個貨貌 或許還有一大堆的這種 所謂的各種偏向 我們講白就是 偏向財團企業的這種政策 很難以阻擋 那為什麼不提出 我們要的經濟發展藍圖呢 所以剛剛就回答明聰講的社會 這個也是我講的 我們的結論就是要社會民主 政治的當然是要政治民主 那社會民主裡面 其實我們經濟學 把它講成一個白話文 我們就是要保障 我們只要在台灣住在這裡 我們要有基本的生存權 什麼叫基本的生存權 我們不應該有愛惡的權利 這多難啊 我們有三十萬個兒童 是付不出營養午餐的 那我們還有五%的人是吃不飽的 我們希望我們不要愛惡的權利 那比如說 我們就要要求 不管誰執政 你這點要做到啊 那我距離你做 當然有很多 比如食物券 不是食物銀行 就是一種 我們沒有居住的權利 我們住得起啊 這更難了 其實科幣 我們這樣做到這一點也是不容易啊 那與其 讓那些所謂的各種市場 扭曲不扭曲一下 政黨 跟企業這樣的一個交流底下 不管怎麼樣 我們要的 我們是不是應該思考 我們要的是什麼 那我會覺得社會民主是一個 可以考慮 我們要吃得飽 住得起 公平的教育 完整的醫療體系 那誰管你們在幹嘛 那這個是我的結論 不好意思 當今集中的報告 那集中跟我們看到 非常不一樣的經濟學 我想要說 49世紀 有李家圖的經濟學 有那個JS Meos的經濟學 但是也有馬克思經濟學 那20世紀 1930年的整個經濟大恐慌時代 當時最流行的可能是 還是古典經濟學 那當時像 也出現了 像凱因斯經濟學 那前幾年 這個金融海嘯之後 因美國 也出了一個比較特別的經濟學家 叫Kruteman 那他的概念 就跟傳統的新古典經濟學 差別一樣 那我想這樣講 台灣寫 台灣經濟學發展史的話 我想陳其中老師 一定會被寫入 異端經濟學的 一個作者之一 好 非常謝謝他的報告 那我們現在請那個 那個吳奇珍博士 來報告他的comment 我們現在鼓掌一下 謝謝大家 謝謝大家 各位好 我對不起這樣 我在 我們會看到 我們可以看到 我們在台灣 的地方 會有很多 在台灣 我們就在台灣 有些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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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感谢观看